成就的因言 我们看下一段说明 落叶十足 藏出国通见地 别出处言出信 名未不退 通菩萨别之相 言实信 名行不退 别出地言出处 名念不退 当然这个不退转 在我们成佛之道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 那假设你显得在受佛世界 仰仗你的智力 求真上身的话 那你要成就未不退 必须赚见货 行不退断施货 念不退要破无名正法证 才能够使命你 跟中道的实相相应 这个是说明了 你在说佛世界 那么成就三不对 那是要各凭本事 四地分明的成就 你断到什么时候 这个功头才出现 你断到什么时候 第二根功头才出现 它是四地分明 各凭本事的 那么假设你今天 选择 进入到弥陀的功德海 到净土去 那又不同了 我们看它是什么相貌 进净土五逆十二 始练成就 带有往生 机翼下下评者 接得三不退 那么假设你来生的规矩 是一个西方净土 而且你是怎么去的 你还是在生平 到五逆十二 临终的时候才忏悔着 而提起了 死念的佛号往生的 这个是往生的一个 最低最低的标准 那么这个带罪业往生的人 那它是机在下下评 接得三不退 因为你在那个法力的射受 你很自然的成就 为不退 行不退 念不退 因为你等于是进入到 弥陀的法身当中去了 所以说 欧异大师啊 他做出他个人的心得 他说 死方佛土 无耻灵相 无耻皆会 无耻法民 为心性之极致 持平之极信 弥陀之大愿 何以致止 我们很难对 净土的人民叛教 没办法叛教的 你说这个人往生净土的 你用天台中 用文字中 你各叛叛教 弥陀大师凡 他的表现 严正三不退 你说他是圣人 他烦恼没有断 如果学过文字天台 请你叛个教 他是什么教 没办法判断 所以说呢 死方佛土啊 没有这个弥陀 没有这个救 没有这个法民 那怎么会有呢 就是心性 性力不可之以 法力不可之以 佛力不可之以 三义所成 只有感应道教的他力门 本尊门 自立法门是做不到的 那么这个地方是说明 这个在极乐世界的 一个三不退的出胜 是完全你是进入到 弥陀的功德海 而产生一个正念的力量 好 我们回到经文 那么这个地方的意思就是说 极乐国土的这个不退啊 主要呢是因为佛法的兴起 因为你到极乐世界 虽然你没有烦恼断 但是他不能够去触动烦恼的因缘 你在那个地方 那么五层的说法 你很自然的升起念佛 念佛 念佛 念生之心 所以你的身口意的表现 就等同于三不退的菩萨 等同 这样子的一个因缘啊 的确是对我们有很大的 很大的射受力 这是一个我们往生的第一个 第一个理由 这是他 众生生者就是阿比八字 不退转 再看第二个理由 瑟利佛 众生文者应当化验 验生彼国 所以得 得以如是诸善善人 即会出 前面是法的力量 这个地方是人的力量 说为什么往生呢 这个地方 佛陀讲述第二个理由 说瑟利佛你要知道 众生文者 只要是一个生死凡夫啊 你听到的净土法门啊 你应该心中啊 要花起一个愿望 什么愿望 厌离娑婆 心求极得 不要在娑婆世界 混下去 为什么呢 得以如是 诸善善人即会出 什么理由 佛陀劝我们呢 因为你经常能够 跟这些法生大菩萨 聚会在一起 跟善事是聚会在一起 那么这段经文 我们看副表第十一 那么诸善善人 祭会一处 我们分成三段来说明 先看第一段 祭会一处 由言凡圣同居 就什么叫做 祭会一处呢 就是凡夫跟善人 共同基础在一起 这在娑婆世界 是做不到的 娑婆世界的法界是复的 是执事的 他是一个圣人 你根本不可能跟他相处 他就离开了 这个你的师父 已经成就圣道了 你再也见不到他了 因为娑婆世界 不可能凡夫跟圣人 居住在一起 不可能 因为娑婆世界的 仕主是执事的 其中的世界仕主是横似的 他彼此可以相见稳的 这个国土的设计是横似的 这叫凡圣同居 我们要这样理解的 那么这个地方 就用比较的方式了 偶尔大师在解释 迷走经 很喜欢用比较的方式 看娑婆世界 寻常有十圣过气 有落叶 全圣大直辈业力 不凡夫得以圣人同居 寻常就是说 我们今天在 说佛世界的情况 我们跟圣人同居 有两种情况 第一个 十圣 这个死就是真实的情况 他的修行是真实的 也就是说 他今生本来出生的时候 是凡夫 他出家修行 他今生才成就出国 今生才成就 所以他的相貌 是真实的相貌 那么他成就圣人了 讲他成就阿罗汉了 但是他还有 有落叶力了 比如说这个轮盘 在转动 你把电线拔掉了 他还有圣仪的势力 所以我们跟真实的圣人 接触就是他这个时候 死亡还没有到来 他死亡倒摆了之后 你就见不到他 就是他最后的那个生命 可以暂时见到 第二个 全圣大使的燕力 全就是四宪 他大全四宪 观世音菩萨已经成就圣人了 他四宪成一个 卖余的女众等等 那么他与燕力来到世间 当然这个就不是每一个人见得到的了 那么这种情况可以跟圣人暂时相见 等到十圣灰身 全圣激进 便生成所以苦乐懸殊 乃赞同非旧情统 所以我们在说博士 就跟圣人接触 等到这个真实的圣人 他已经是生命结束了 就入了涅槃 观世音菩萨的视线 文殊菩萨普全的视线 他一时的应演结束了 那么这个时候 生成所以各种各的 那么这叫赞同非旧情统 这个赞同什么意思 暂时的相处 我们看土门平 你说我现在身体很痛苦 趁点观世音菩萨 观世音菩萨现前 你也跟圣人在一起 但是因为时间太短暂了 所以我们在说博士 跟圣人的感应 顶多萧萧业障 如此而已 很少说你看到观世音菩萨 又真的出国很少 为什么呢 时间不够 成就圣人 你必须要有文师的 长时间的听文正法 入力思维 所以我们在说博士 跟圣人的相处 太短暂了 顶多只是 承门圣人的笑业障 那我们再看极乐世界 金铜雨 无落不时一夜 感生去灰夷处 为师为友 如心如虎 同镜无门 同登妙卷 那么到了极乐世界以后啊 我们因为大家都是以 信念实名的三支两的力量 而跟弥陀感应道交 大家在净土相聚 同样受用弥陀的功德 所以说呢 上至文术普贤 下至无逆时恶 每一个人都进入到 弥陀的功德海 大家呢 为师为友 如心如虎 这个心跟虎是两种业绩 他们两个有一个 就有另外一个 相互配合 所以大家跟圣人呢 同经无名 同登妙卷 这个地方意思就是说 我们修行人啊 医子善事事 是非常重要的 你说你生病 生病没什么可怕 重点是你找到一个好医生 他知道你的病是怎么回事 他可以治好你的病 但是这个地方 善事事找不到 你休息就困难 我们讲一个公案 给大家体会一下 佛灭渡一百年以后 有一个幽佛极度尊者 他是善巧度化众生的代表 那么这当中呢 当然很多人拜他做师父 很多人得度 这其中有一个大富长者子 一个很有钱的公子哥 那么他是感情遇到的挫折 一时的想不开就出家了 出家以后啊 就拜这个幽佛极度尊者做师父啊 就跟大众修学试炼处 但是他修学的时候啊 因为他就可能身见很重 喜欢漂亮 所以对色身的事做很重 所以他修试炼处一直不能入道 为什么有障碍领眼 当然我们今天一不知道上次事 障碍就是障碍了 一辈子就这样障碍下去了 但是有上次事的时候 他可以为他破障 所以他这个 他的心跟试炼处的法 中间有一道墙壁啊 他心跟法就是不能相应 这个时候他感到很困扰 就想要还修回去 到了这个尊者的茅棚啊 跟尊者告假 尊者听完以后啊 点点头说啊 你要告假我接受 但是你看这个天都快黑了 你走回去也来不及了 这样子好了 我隔壁有一个空屋子 你先住一个晚上 那么这个年轻人说 也不急着这个新天嘛 要回要还修 明天才走吧 就住下来 这半夜的时候有事情出现 那么这个年轻人 在睡觉的时候 睡到一半 有一只小鬼啊 扛了一个老人家的尸体进来 往地上一甩啊 就准备吃这个老人家的尸体 那么这个要吃的时候呢 这个时候外面又进来一个大鬼 跟小鬼说 你慢点吃 这个尸体我先看到的 你怎么能吃呢 那小鬼说 你这个人 你这个鬼怎么不讲你啊 这个尸体明明是我扛进来 怎么说是你的呢 两个就吵起来 这个大鬼小鬼啊 吵的时候啊 那小鬼说 那这样子啦 我们不要吵了 旁边有一个比丘在那边睡觉 你看到没有 我们去问问他 这个是谁先看到的 请他讲讲公道话 大鬼小鬼就过去了 说你这个尸体 你看到是谁先扛进来 这比丘当然面临抉择了 我要讲真话 这个大鬼肯定把我吃掉 我要讲假话 我违背我的戒体 我还没还俗呢 这个时候 啪 引手生命 护士戒体 为了来生的安乐 牺牲近身的安乐 这个尸体 我明明看到是小鬼拿进来 那个时候大鬼非常生气 老修成的过去 用手就把他左右边的戈壁 就拿下来 就吃掉 小鬼就把这个老人家的尸体 就把他拔起来 就装上去 那么这个大鬼又把他左边戈壁拿下来 小鬼又把他装上去 要如是地辗转 那身体被他们两个尸体吃掉 换成一个老人家的身相 这个时候他想 哎呦我怎么变成这样 那我是在呢还是不在呢 现在的我跟昨天的我也没有一样呢 看起来是白髮上当老人家 我昨天是很年轻的啦 好不容易等到天亮 就赶快找到师父去了 说我到底是怎么回事 尊者都没有回答他的问题 告诉他说 射是生命变异 毕竟空无我无所 受想心事是生命变异 毕竟空无我无所 讲三遍 才正都出国 正都出国就好办了 后面就正常要反过 所以你看昨天晚上 那个大鬼小鬼啊 是尊者的神通啊 献出的把戏 为他破障 所以你现在依止一个善事 是很幸福啊 利亚赞啊 他一看到你就知道 你这个人的善跟障碍 他告诉你说啊 你很简单 你先拜三个月的八十八佛 然后你连一千生佛号 再连二十一遍的往生受就够了 他药开得不多 刚刚好就真的出国 那我们自己 遇不到三十四就自己在那边try 这边吃几个 那边吃几个 那你这个药跟病一直不相应嘛 所以 得以如是助胜算的聚会处 在我们成佛之道不可忽略 一个有病的人 去亲近一个非常高明的医生是非常重要 他帮你破障 所以环境上说呢 善事是有方便力 他有方便力 所以这个地方呢是我们往生的第二个理由 所以我们看总结 当时无人大师一言同期一观 罪然透脱 为极乐同期 超出十方同期之外 了此方人深信民主业力 信佛力方人深信民好功德 信职民方人深信无人信心本不可忽 那么欧位大师啊 他很诚恳的告诉我们 在我们的大事 这个大事不是我们一般的事情 成佛的大事 在我们的成佛之道当中 你要知道 三界的同居徒是最难跳脱出去的 因为他障碍最多 主要知道 在整个三大阿僧集结啊 最难的就是这个三界的生死 在关于过去 后面一帆风策 那成佛是迟早的问题 因为这个地方啊 进进退退太厉害了 所以说阿弥陀佛知道我们众生有这个问题啊 所以极乐世界的这个仕途啊 是横距的 你这样子才能够了解到善意不可思议 好 我们回回到经文 那么这段经文的大意就是说呢 当我们相信我们一定可以去的时候 你第二个要建立一个愿望 你一定要去 花园 每天要花园 让你的生命啊 不断的往这个方向期近 提起你日籍 这是你唯一的目标 有一个华一的美国人 他到美国读碩士 但是他是华人 拿到美国籍 那么他读完碩士以后啊 到一个美国一个很大一个企业的一个公司啊 应生高级主管 这个时候总经理啊 亲自面谈 当初有五十几个人去参加面试 考试的结果啊 这个华人被录取了 他非常惊讶 因为那么多高手啊 那么上班第一天呢 他就跟总经理说 为什么你录取我呢 那个总经理是个老外 他说啊 你们在考试的时候 其实你们好几个成绩很接近 我很难下决定 他为什么到最后你会被录取呢 因为在考试的时候啊 很多的这些面谈者都告诉我 他很想要成功 只有你告诉我 你一定要成功 所以我录取你 那么这个地方的意思就是说啊 应当花眼就是说啊 如果你现在对于你所归异的近视停留在 我很想要往生啊 那表示你不太可能往生 不太可能往生 你一定要把它提升到 我一定要往生 因为你临终的时候是何等境界啊 内忧外患啊 所以英光大师说啊 临终的时候你那个生死的业力 一定会限去 它会产生一种力量 你要把这个力量转念念佛啊 那这个时候你的业力跟信心啊 不仍有任何的思考 不仍有任何的思考 你稍微一念的思考 一念插持 前提才 所以我们在临终之前的心理准备是非常重要的 信徒法门他不要求你休息散法 但是他要求你对谜头的功德的皈依啊 那是要求的标准相当的高啊 你光是看一心归命通生靠导这八个事你就知道了 他不容许你有丝毫的思考 那几乎是你信念成变成一个直觉 那么这个地方当然 你可以因为法的力量不退转 或者因为善事式的力量而求往生都可以 那么这个地方是特见终生 因求往生与化愿 说明我们对于这个规矜呢 你要准备的第二个资粮 你要化愿一定要往生 好 我们今天讲到这个地方 佛说阿弥陀佛经 这位法师慈悲 这位在家菩萨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请大家打开讲义第十二面 我们一个修学净土的行者 跟一般的学佛人 这个最大的差别 就是我们对生命的价值观 是有所不同的 一般的学佛者 他去参加 消灾的法会 做慈善事业 他的生命的重点 在今生的趋吉辟凶 也可以说一般的学佛人是活在现在 他把今生的安乐 是看作是今生最重要的目标 净土中的看法是不是这样 修净土的人 他对人生观是活在未来 这句话意思就是说 当然净土人对今生的安乐 并不排斥 但是不是把它放在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 古人曾经对净土中的心态 做出描述 说净土中是怎么来看人生的呢 说是我今赞作说佛客 不久连时会上了 这句话倒进了所有净土中人的心态 那么净土中他对今生是当作过客 暂时的一个客人 当然过客当然不是想要久留的啦 一个过渡时期啦 所以他对今生是随眼的态度 那么他把重点换到回家 就是净土 也就是说呢 如果今生的安乐 如果跟来生的净土没有冲突 那么我们会 我们也会追求今生的安乐 但是当今生的安乐 跟来生的净土冲突的时候 我们会毫不犹豫地做出抉择 放弃今生的安乐 追求来生的安乐 这是每一个净土中的心生 所以净土中的人生观是活在未来的 这是一个不争的事 我们看看历代祖师的开示 很多的差别 但是你把它做一个会归 以求生净土 比追求今生的安乐是更重要的 那么这样子讲的话呢 既然你是把 我们把生命会归到未来 那应该在心中 对未来有一个愿景 有一个规定 就是我们讲 极乐世界的功德庄严 包括依报的庄严 正报的庄严 所以修进土中的人 你刚开始 当你没有练佛之前 你在心中就应该画出一个 你来生的愿景 你灵命中的时候 你这一念心 迎合阴住 迎合降伏其心 你的规定在哪里 这是非常重要的 你到灵命中的时候 画不出来 所以我们应该在生前 把这个极乐世界的正报一报画出来 那么当我们心中有了规定 以后我们该怎么办呢 当然每一部经有它的方法 进度五经各有各的方法 但是从本经的传承 它要我们积极三种资量 而趋向于你的规定 第一个你要建立信心 你相信这样的一个规定 你一定可以成就 你先相信这件事情 那么这个信心的建立 我认为在历代祖师当中 赛导大师讲的最透彻 赛导大师在观金四田书 他对净土的信心 他讲出了两句话 他说第一个 你要相信你是业力凡夫 你决定不能上智力 咬身脱死 第二个你相信阿弥陀 我有大业力 决定可以救拔你 所以你当这个规定 你画出来的时候 你相信你没帮我去 我去不了 这个规定不是我该去的 那么这个时候 你应该怎么办呢 你相信佛号一定可以带你去 所以我们讲到这个经文的时候 极乐国土成就如是功德庄严 讲到三立不可思议 佛立不可思议 法立不可思议 心立不可思议 我们上课讲到这三立 就会知道最重要是什么 你知道吗 法立不可思议 名号功德不可思议 你现前所意念的法 这个万德鸿鸣 无量官无量寿的功德 他可以带你到清徒去 所以修净土的人 当你规划一个愿景的时候 你对佛号是什么态度 一心归命通生靠道 所以我们修净土的人 我们平常也是躁动不安 遇到的恶应言也是非常恐惧 这个都可以理解 但是当你的心中佛号现前的时候 你的心进入佛号的时候 你要马上安定下来 你要马上知道 everything is ok 如果你的心进入佛号 你还是躁动不安 表示你信心不够 你不相信他可以救把你 那你的信心 你这样子的信心 临终是很危险 我们心中没有佛号的时候 我躁动不安可以理解 因为我心中没有佛号嘛 但是这个佛号已经在心中出现了 这个无量光无量寿的名号出现 而且你心也进去了 你还躁动不安 那表示你对佛号的信心太薄弱了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 这是我们第一个 你要积极的资良 建立真实的信心 当然这个不断的听闻 你对佛号的了解 你说我要对你信心 你要你对他了解 你对他都不了解 你不可能对他信心的 你要透过很多的精润的了解 这些阿弥陀佛到底是什么意思 你要了解他 这是第一个 文经达理断移生性 明白道理才能够断移生性 第二个就是花怨 前面是告诉我们 你一定可以往生 第二个是 你要告诉你自己 你一定要往生 就是花怨 那么在花怨当中呢 我们看本经当中 释迦摩尼佛要抹花的怨 它的一个理由有两个 第一个呢 众生生的解释阿弥陀佛 第二个 得以如此诸善善人去慧除 我们把净土的怨景规划出来了 我们看到极乐世界有正报庄园 意报庄园 那是一个象状 但是当我们花怨的时候 我们要观察它的作用 说这个象状 我们经常看到 净土的这个义正中 有佛菩萨的注释 旁边很多的宫殿 很多的莲花石 很多的鸟类说法等等 有正报意报 那么这个时候 你要花怨的时候 你要观想它有什么作用 第一个 它是一个法律所射受的国土 众生生者皆是阿弥陀佛 我们前面讲过 极乐国土 这个四柱种鸟 皆是阿弥陀佛意令 法因先流变化所作 这句话古德把它开展出来 他说极乐世界不是鸟念 是阿弥陀佛变现的 极乐世界所有的五层 射身相会处 都是阿弥陀佛变现的 所以你到了极乐世界 等于进入到阿弥陀佛的法身 所以你到任何一个五层的接触 都会让你练佛练法练身 成就不退转的功德 所以它是一个 可以说是一个充满法宝的一个国土 你要相信这件事情 你要一直这样而升起号要 菩萨号要佛法 所以我为了法的严固 为了不退转的严固 求生净土 这是第一个 依法 第二个依仁 为什么求生净土 得以如是 诸善善人 机会已住 我要请进善知识 请进法生道 有佛的注释 有菩萨的注释 那么当然依止善知识 听闻正华 这是整个成佛制造最重要因素 所以在释迦牟尼佛讲完的时候 提醒我们两件事情 你的规矩当中 对我们成佛制造 它释放两个重点 第一个 得以如是诸善善人 机会已住 法力不可 第二个 对不起 重生生者就是阿比巴制 法力不可及 第二个 得以如是诸善善人机会已住 佛力跟生 佛跟生的力量 人的力量不可及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开始发现 那么我一定要往生 为菩提道求生净土 那么 其实在整个净土当中 其实从灵中的角度 灵命中这个随念往生的角度 哇这个花燕在三枝梁当中 性验行呐 扮演一个最重要的角色 它比辞民还重要 比辞民还重要 你临终的时候 佛号不一定要辞得多 但是你往生的愿意 要非常的坚定 净土中对辞民的要求不高 临终十念 但是你每一句佛号 他的那个 燕离娑婆心求集的那个愿望 净土中对厌望的要求 非常非常的高 不能有任何的障碍 不可以 这就是我们要索严点的地方 我们的生命呢 有两种力量在主导我们 第一个是业力 第二个是你的艳力 你的希望 我们在座的诸位 能够在这个地方相聚 表示我们全身有五届的善业 所以才有做人 这是总项 但是同样做人 你看有些人他身体很健康 看他贫穷 有些人很富有 多病 这跟你的希望是有关系 在整个果报当中 你心中的愿望 你认为什么最重要 你过去在很多愿望 会影响到你今生的差别 就是我们心中很多的希望 会带动很多的力量 我们之前讲过 这个化国的一个建言 他从一个完全失败的一个失业者 他因为他生起希望 他相信他是拿破仑 他也希望成为拿破仑 结果他的生命改变 所以我们在化验的时候 是非常重要 你看我们读那个 普贤赫恩平的 《华言经普贤赫恩平》 不断地化验 所有十方世界中 三是一切人师子 我已清静深口意 一切片里尽无矣 普贤赫恩微神力 普贤一切如来前 一复片煞成生 一遍你煞成佛 这是何等境界 所以很多人学佛人都不知道这个方法 很多人说啊 你做不到的事情不要去想 错误的 你要去想你才做得到 华言竟然预计你做得到吗 但是你不断地想 哦 所有十方三是一切人师子 我面对十方三是诸佛 我的身体 片满很多身体 那么像一切佛一拜 你根本做不到 但是你不断地这样想 你往这个功德 你的生命往这个功德再去想 再去想 我们不要去忽略我们心中的所有的希望 其实你很多的希望 对你会产生一定的灵动 所以这个地方就是说 我们在生命当中 在三界打鼓太久了 我们一念的明了心中 其实对未来有很多的希望 所以你在发现的时候 你要知道一个事实 当你心中建立一个往生进土的时候 你要知道 你的心中不是一个人住在这个地方 你已经很多的老朋友住在这个地方 其实我们的心中 旧的心中就有很多的希望 你必须要说服自己 本来我们的希望都是跟三界挂钩的嘛 我来生怎么怎么的 你现在就进土了 你必须要把这些希望 全部慢慢慢慢的 导规到进土的希望 你就成功了 所以很多人啊 只是心求极乐 忽略的厌离所破 因为你在三界当中 你心中有很多的愿望 跟这个愿望打结 已经是挂钩得太深了 你只是发现往生进土 而这个地方的愿望又有一种力量在 临终的时候两个力量拔河 这个是守境界 这个是生境界 结果 收破世界的力量大 所以我们修进土的人 很容易忽略的厌离所破 这是重点在于 心求极乐 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所以在这个花园的时候 当我们规划一个愿景的时候 我们要不断告诉自己 这是我唯一的目标 然后把你这样的不断的观想当中啊 把我们过去一些 三界的愿望慢慢慢慢地倒跪了 慢慢倒跪了 就好像一棵树 我们以前是往东边开的 现在慢慢慢慢 透过我们的听闻思维 把这个所有的愿望导向西方 这就是所谓的花园 那么这个地方 我们昨天都讲过了 那么在这个信宴 这个都是属于智慧的关照 产生的 你为什么会建立信心 你为什么会产生一个新的希望 你就是因为透过对教理的学习 而产生一个新的思考 那么修正你的生命的方向 所以这个地方 偶一到是把信念叛作会形 一种智慧的抉择 我们现在开始所介绍就是行刑 就是信念行 产生行动 当我们的生命的方向确定了以后 我们开始产生行动 我们看第三段 以三 正式行则 实识名号以利行 那么这个是我们要准备的第三个资量 就是一个实际的一个修学的行动 那么在当中有两段 我们看第一段 正式无上因果 我们看经文 请合掌 瑟利佛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言得生彼国 瑟利佛若有善男子善女人 文朔阿弥陀佛 知识名号 若一日若日若三日若四日若五日若六日若七日 一心不乱 其人灵命忠实 阿弥陀佛以诸圣证 现在极权 只能忠实 心不颠倒 即得往生 阿弥陀佛 即得过土 那么这段经文 我们分两段来说明 第一段是一个总标 第二段是别式 先做一个隆总的介绍 那么佛陀 招呼舍利佛说 那么当我们在前面的学习 我们规划一个宴景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